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贸易决策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 这一决定是在经过一年的反补贴调查后做出的 欧盟认为中国的补贴措施对其市场造成了不公影响 在这次投票中 支持和反对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明显 这显示出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电动车的不同看法 这项措施的推出 无疑会改变欧洲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 并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行动 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 各方专家指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随着全球对电动车需求的增长 各国如何在保护本土产业和促进自由贸易之间找到平衡 将是未来的重要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欧洲的汽车市场近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 这与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进口的关税政策有关 这一决策不仅对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让全球关注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动态和未来发展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欧洲委员会上周五宣布 以获得足够的支持 将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征收高达45%的关税 这一决定是在长达一年的反补贴调查后做出来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的补贴措施对欧洲市场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压力 欧洲一直以来是中国电动车的重要出口市场 然而这次关税政策的实施 无疑对中国的出口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欧盟内部 这一提案的通过并不顺利 来自法国 意大利和波兰等十个成员国支持征收关税 而由五个成员国反对 十二个国家则选择弃权 MYTAN指出 根据欧盟的规定 要阻止这一提案 需要十五个成员国反对 这些国家需代表百分之六十五的欧盟人口 因此提案的通过显示出 欧盟内部对该问题的复杂态度 BMW首席执行官奥利弗 齐普斯奥尔弗·杰普斯对此表示 这一头跳是对欧洲汽车产业的一个致命信号 强调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需要迅速达成协议 以防止贸易冲突的升级 大众汽车也表示 计划中的关税是错误的做法 与此同时 斯特兰蒂斯·斯丹文铁色呼吁自由和公平的竞争 并指出行业正面临来自雄心博国的碳减排计划 和中国全球商业公式的压力 NBCN EWS报道 匈牙利总理 北克多·欧尔班·费之沃本对此 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甚至表示 欧盟正朝著于中国的经济冷战外界 这次关税政策也显示出欧盟对北京立场的逐渐强硬 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将中国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作为回应 北京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展开对欧盟白兰地乳制品和猪肉产品的进口调查 欧盟指出 中国每年有300万辆电动车的过剩生产能力需要出口 而这数量是欧盟市场的两倍 在美国和加拿大对这些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后 欧洲成为最明显的出口市场 根据NY Times报道 这些关税将于10月31日生效 并持续五年 税率从9%到35.3%不等 目前欧盟和中国官员仍在进行谈判 努力寻找替代方案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 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必须是可执行的 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不过这一决定也引发了一些批评 这样的关税政策将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 并限制市场的选择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政府对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电动车市场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 欧洲的这一举措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 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 随着全球对电动车需求的快速增长 各方的博弈和谈判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更高关税的决定 不仅会对全球汽车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合题 各国将如何在保护本土产业和促进自由贸易之间找到平衡 仍然有待观察 仍然有待观察 这场贸易博弈显示出全球电动车产业的竞争激烈 也预示住未来市场格局的变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 谢琪琪 我是楚天舒 我是谢琪琪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 是一个保护本土产业的明智举措 首先 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受益于政府的巨额补贴 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使得欧洲的汽车制造商陷入困境 征收关税可以有效地抵消这种补贴优势 让欧洲的汽车产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其次 这样的关税策略可以促使中国和欧盟之间 重新协商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这对于长期的市场稳定至关重要 楚天书 你可能低估了这些关税对欧洲消费者的影响 高关税将直接导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上升 而这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让他们面临更高的购车成本 此外 这样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激起中国的报复行动 例如对欧洲的其他产品征收关税 最终对欧洲经济造成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句 我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